你好 欢迎收看影响世界 我是黄慧玲 成立41年的云门终于有加了 新的云门剧场位在淡水的护卫炮台旁边 可以远眺观音山和淡水河口 专业的剧场规格可以容纳450个座位 总造价6.6亿台币的云门剧场 国内外捐款一共收到4000多笔 林怀明就感性地说 在铁皮屋住了16年的云门终于有加了 这一切像一个命运安排好的梦境一样 在淡水一片绿翼的山坡上 云门剧场落脚在此 成立41年的云门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在整个建造的过程 的确是一个梦 完全是一个命运的安排一样的 云门终于有加了一样的 行政在复兴北路 排练在巴黎排练厂 1月5号 120人将有史以来第一次 在一个屋檐下工作 林怀明感性形容这个命运安排好的梦 在剧场落成仪式这一天成真 新的云门占地1.5公顷 与淡水高尔夫球场和护尾炮台为零 遥遥俯瞰淡水出海口和观音山 林怀明还亲自到山里 跳了250棵树 希望四季有不同的景观 主建物则由建筑师黄申远负责设计 各位看到的这个结构 它原来是比较有机的暗色的 然后构成影子 然后最主要的是 它本身不是主角 反而是一个很朴素或谦虚地 在迎接自然的环境进来 那这个最后这个Fly的高度呢 其实就呼应了对面的观音山 因为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云门曾经在巴里待过很长的岁月 跨过淡水河 这个新的炮台呢 能够跟观音山呼应来守护这个地方 梦境成真的这个好日子 云门特别安排了淡水的 邓宫国小合唱团来演唱 打破传统剧院的黑盒子 黄申远打造了一个 完全通透的表演空间 白天舞者们会在一片绿意中跳舞 这个房间是整个云门剧场的心脏 它是个大剧场 现在我站的位置就是一个舞台的位置 各位坐的就是观众席的位置 那么这个场地的大小 就是台北国家剧院的大小 它就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剧场 多数人可能很难想象 一个专业剧场对云门来说有多奢侈 因为云门长达16年的排练场 就是铁皮屋 2008年一场大火 从此林怀明带着舞者们找新家 大火可能是终结 但也是新生 云门的新家硬体工程费用高达6.6亿 全数来自国内外的捐款 金融海啸时捐款一度停滞 最后芝加哥阿法5的基金会 捐了500万美元 4000多笔来自民间的捐款 跟云门一起找到家 原本感谢大家多年来的爱护和协助 我们也接受社会给我们这样温暖而沉重的托付 我们会尽全力 那么随着树木的长大 我们希望能够成为台湾文化界的一棵有用的树 非常感谢 感谢给你 谢谢 2015年4月的开幕演出 将是云二的春痘 云二一顾艺术总监罗曼菲的雕像 也以落脚在此一起见证云门的新起点